从刚才这个视频中 大家能看到的是交通拥堵 能听到的是噪音 看不到的还有空气污染 目前我们国家公共交通 主要是有地铁 城市轻轨 快速公交系统 也就是所谓的BRT 还有普通公交大巴 这些公交系统有利有弊 比如说地铁 它投资大 成本高 施工周期还长 快速公交占用道路资源 空气污染很严重 噪音也大 如何发展绿色环保公共交通 立体快巴成为一种变通之道 请放一段短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